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接下来自己再来尝试着练习一个问题 屏幕说 在某班的一次测验当中 有26人语文获优 有30人数学获优 其中语数双优的人有12人 另外有8人语数均未获优 这个条件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见到过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订报纸的时候都说 每个人至少订一种 然后在刚才讲老师会语言的时候 那外语老师至少得会一门外语 没问题吧 但是在现在这道题当中 你会发现好像有人两种条件都不满足 好那我来问一下 这8个人与数均未获优 那如果这是语文获优 这个是数学获优 这8个人在哪 想一想 在中间吗 注意啊 中间是均或优的人 也就是双优的人 现在这8个人是一个优都没有 那他肯定不在中间 会在左右两边里面吗 也没有啊 左右两边分别是什么 单科得优的同学 所以这个8人 这个8你觉得应该出现在哪 我觉得应该在这 是不是在两个圆的外面啊 没问题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算这个班的学生的总数啊 那你先不看这个8 我先看前面的基本题 基本题里面你会发现 第一个圆是26 第二个圆是30 中间重合的是12 这个比较简单吧 是不是26加30 两个人数之和减去中间的重复人数 没问题吧 那么刚才我们说过啊 你用这个算式算出来的结果 这里应该是30加14等于44人 好 我用这个算式算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整个维恩图里面包含的什么 总人数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凡是获得过优的 不管一个 两个 语文还是数学 加起来的总人数是44人 那么全班多少人啊 是不是选A啊 不是啊 注意这八个人啊 虽然他们没有获优 暂时可能成绩不是很好啊 但是呢 相信接下来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啊 但是你能不能说啊 你这八人没有获优 你就不算我们班的学生了 当然不行啊 这还是我们班同学嘛 所以呢 我在44的基础之上 还得把这个八给他加上去 那最后的结果是52人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制造练习题的答案 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出现两个条件均不满足的 这样一些人数 我们要填在外面 填在外面 好的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王牌例题第三问 第三问说 在一百个外语教师中 懂英语的有75人 懂日语的有45人 第一个元75 第二个元45 那么其中必然有既懂英语 又懂日语的人 那么请问啊 只懂英语的老师有多少人 好 看似这个题和前面的问题 好像长得很像 但你会发现他的条件 变了 变成什么了呢 这个既懂英语 又懂日语的人数啊 没有告诉我 对吧 这是第一个变化啊 第二个呢 他最后问的问题也变了 他不是问我实际人数了啊 实际人数给我了 他问了我一个 只懂英语的 人数 只懂英语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得懂英语 但是呢 又不是两种语言都懂的 那些老师 总共有多少位 好 我们来思考一下啊 那么你要求 只懂英语的人数啊 是不是我得从这个 懂英语的75个人里面怎么样 减掉那些两种语言都懂的吗 所以呢 我们先要找到 两种语言都懂的人数 你能找到吗 好的 那么我们还是通过 维言图来处理啊 那么第一个元 说的是懂英语的老师 75人 第二个元呢 是懂日语的老师 45人 那么最后的总人数 是不是75加45啊 肯定不是吧 还要把中间的重复人数 给他怎么样啊 给他减掉 对吧 好 所以是45加75 减掉中间的重复人数 就等于实际的100人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应该 我要求重复人数啊 减掉他等于100 那反过来减掉100 那不就等于他了吗 所以我们减100 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120减100啊 等于20人 这个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既懂英语 又懂日语的老师 有20名 就20位这样厉害的老师啊 好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 题目最后要求的是哪一块区域啊 他问 只懂英语的老师有多少人 那么你在图里找一找啊 好 我来问一下大家啊 是第一个区域呢 还是第二个区域 想一想 只懂英语啊 好 那么英语是哪个远啊 左边这个大远 对吧 那这个第一个区域这部分叫做只懂 只懂英语 那请问 只懂英语是不是75 哎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 只懂英语是不是75人 不是啊 75是左边整个大远 它里面包含了所有懂英语的老师 有可能是只懂英语 还有一部分呢 在这儿叫做 两种 都懂啊 是不是两种都懂啊 所以你看啊 我最后要求只懂英语 我是不是从75里面 把两种都懂的人数给它 减掉就行了嘛 好吧 所以最后我们写的算式是75 减20等于55人啊 这个是只懂英语的人数 好 那么这里再练习一下啊 请问只懂日语的老师有多少人 只懂日语 想一想 懂日语的总共是45人啊 其中20人是都会的 我要把都会的给它减掉 排除掉 剩下的都是只懂日语的啊 所以如果求只懂日语呢 45减20等于25人 好吧 这个是日语 这个是英语啊 好 那么到这这道题 我们就给它处理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